環保署预告修正固定污染源 空气污染防治费收费费率草案 将针对费营建工程的固定污染源 像是落层黑烟等排放的宣布威力污染源 增收立状污染物空气污染防治费 费率介于每公斤32到55元 環保署估计全台约有8000多家工厂将受到影响 空气污染防治费的一个开征 大概是硫氧化物 淡氧化物 跟我们叫做汇化性有机物都已经开征了 那目前大概是唯一还没开征的 其实对工厂的一个立状物还没有开征 所以这一次针对工厂的立状物 特别开征这个空污染 環保署估计征收一年的立状污染物费用 可以减少2300多吨的排放量 另外也将针对既排放量超过24公吨的业者 征收氮氧化物空气管制费 那我们是希望是透过收费 可以让他赶快去把他的处理设备的效能 把他提升 就可以少缴很多的钱 那逼着他赶快改善他的设备 促长期望透过经济用益的方式 减少污染源排放 去年4月环保署也订定发布 改造或钛换乳素业医疗社福机构 及学校燃油锅炉辅助办法 鼓励工厂钛换燃油锅炉 改用低污染性气体燃料 太阳能或电能的加热设备 每座锅炉最多补助50万元 于是新闻山那早上台北市采访报导